好 繼續吧 好 Debit Release Lability 下一步是不是 Debit Finance Charge 好 第二年 Debit Finance Charge 行了 OK 好了 Grader Bank Debit Release Lability Debit Finance Charge 好了 然後計算 Debitation 今年又用一年了 Debit Profile Nose Credit AD 好 賣完它 計算一個 Carry Down 行了 OK 好了 然後 Finance Charge 每年Transfer Her Profile Nose Account OK 好了 最後 Lease Lability 還欠多少錢呢 OK 好了 這個數目 6萬8 還了1萬9 還欠多少錢 行不行 Carry Down 好 最後 拿這幾個數目 拿回去你的 Bound Sheet 好 這裡我給了你做兩年的 Bound Sheet 第一年我跟你做 第二年你來了 好 第一年的 Bound Sheet 買回來 115 650 OK 好了 然後我欠人家的錢 是不是第一年年來欠人家 就是68497 68497 就是我 total欠人家的錢 那我就要把它分開 Current和 Non Current 好了 Current和 Non Current 如何分呢 很簡單 好了 接下來一年我會還多少 接下來一年我會還多少 我會還的錢就是3萬 然後減了我欠的錢的利息 減了我還未產生的利息 我給3萬元裡面 有部份是利息 利息的話 在我今年年尾還未產生的 所以不用計算 所以我還欠多少半金 OK 好了 這個數 68497 分了Current的Portion 那 Non Current的Portion 你便把68497 減了 撇除了Current 就是Non Current的部分 OK 好了 Lease Liability 兩個合起來 68497 拆Current和Non Current 最後 Finance Charge Log Proven and Loss Account Depetiation 就去我們的AD 在Bash這裡 然後計算Netbook Value 好了 好了 看看 飛上過第一年的Bashdown 我們做了這個Bashdown 可以嗎 好了 輪到你測下面的Bashdown 了 謝謝 回來 我們要用來做的Bashdown 就是我手上來做的Bashdown 是有可能的 兩個特色A 可以做的Bashdown 可以做的Bashdown 我們會做的Bashdown 是有可能的Bashdown 用來做的Bashdown 可以了嗎 和剛才所做的一樣 第一對 好 你的 access value 沒有變 你用多了一年 計算多一年 depreciation 給它 第一年就是 23130 第二年又是 23130 累積的話就變成 46260 好 然後又是 我 total 欠多少錢呢 又是拿回你的 lease liability 的 account 看看 第二年年尾 你欠的錢是 48772 好 48772 拆骨 Current 那個 part 未來一年我會付300元 這30000元裏面包含了利息 就是 4772的15% 我欠了一年 4772 這個就是個 percentage 扣出來 那就是我欠的本金 OK 好了 4772 而未來一年還的 就是這個數字 是不是多過一年還 多過一年還 多過一年才還的話呢 就會減掉那個差額數 OK 這就是我們平時所做的 basic skill OK 最 basic 最 basic 的時候呢 就是finance list 會這樣處理的 好了 拍一拍的樣子 OK 好了 T account 很少考 但拍一拍的 是吧 好 然後 最後 其實 記熟了 記熟了這堆 branches Alright OK 好了 記熟了的話呢 我們就來這條數了 好 2006年 9月1號 OK 好了 我要做的是 yr end 12月31號 一件這一期 看看多少個月 OK 好了 是不是9月尾 十月尾 十月尾 11月尾 十二月尾 四個月 四個月就記錄下 四個月 OK 好了 我租了一件很 specialized 的 machine 680 380 可以了吧 我租了他的cash price 680-380 好 這件東西我買回來的 是不是要付四次的year lease的Paymark 第一次什麼時候付呢 買當日付 如果我買當日付的話 是不是就是說其實第一次的installment 第一次的供款 第一次交租 就等於回個deposit 然後分手 卡通了 是不是 第一次的供款 就會變成我們的落訂了 單deposit或者單Paymark 那是怎樣 那是說是不是我總共借多少錢呢 我總共借多少錢呢 好了 我借了的話 是不是就是這個List Germ 第一次就是單筆紋 第二次付錢 是不是一年後 第三次付錢 兩年後 第四次付錢 是不是三年後 那就是說 四次的公款 但是我只是借了三年 好 等等 小心點這些位置 好 那這個是不是Finance Lease 是不是Finance Lease 現在還不知道的 因為我還沒計算過 Present Relic of Minimum Lease Payment 是不是 好 我想知道它是不是 一個Finance Lease的話 好 看著這個字 Specialize Specialize的話 讀新訂造 那就是一個Finance Lease 好 那我要做的東西是怎樣 是不是我需要做 就是Debit回到Lease Machinery 好 當我Debit回到Lease Machinery 其實我有一個隱憂 究竟我要Debit的數是多少呢 理論上當然是Fair Value 理論上 根據這題目所說的話 我應該是入680 380 但是我們的Present Relic of Minimum Lease Payment 是不是又是低過這個數呢 租客如果交的錢低過這個數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數成為 它的Lease Access的Value 好 那就要計算一下 4次的供款 Total的Present Value of Minimum Lease Payment 好 第一次供款 Present Value 好 是不是1 沒有變過 是不是 第二次供款 Present Value 多少 是不是20萬要成多少呢 好 Interest Rate 12% 可以了嗎 12%的話 將這個數一除1.12 看桌子吧 好了 桌子最尾的板 找到桌子嗎 上面那個Present Value Table 12%第一年0.8929 第二年0.7972 第三年0.7118 OK 我給了三期錢 我給了三年的錢 我自己三年而已 好 拿著這個 8929 816 對不起 7972 然後118 將這幾個數加加起來 剛剛好是這個數 記住 一定要用Table 你不用Table 你不出不了這個數 出不了這個數 你會計錯了 List Asset Value 好了 你看著這個680 380的話 非常之高興 因為這個就已經是你的 Cash Price 即是Cash Price 跟你的Present Value一樣 即是說 簡單點說 Debit回到Asset 是不是 兩個一樣 還是Debit 是不是我然後就給了 單屁碼 還欠人多少錢 可以嗎 OK 第一步 好 按Asset Sign 我們這樣做 可以嗎 好了 以後欠人錢 欠人錢 欠了一年 好 按Asset Sign 好 按Asset Sign 好 按Asset Sign